谍战剧的精髓是什么?是谍战的生命又是什么?是严谨的逻辑,是细如发丝的细节。没有严谨的逻辑,任凭全员老戏骨出动的作品,也会因剧情的撕裂让人不忍直视。没有细如发丝的细节,即便有顶流演员的加盟,也会因组线条的剧情,让人失去观看和讨论的欲望。 幸运的是,群星闪耀时虽然小瑕疵不断,却总在不经意间给人一记心灵上的强心针。当我被洛琴琴求助向远生弄得一头雾水时,当我看着向远生如猪八戒背习腹般背着洛民民跑路时,本以为这将会是一场只为突出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本书的无异剧情,本以为这将会是一场略显尴尬的孤男寡女江上夜话而已。 谁曾想,在向远生为洛民民讲述太平洋这片广袤的大海时,却将目光与焦点指向了那片曾经没有任何争议的大海,南中国海。 无论群星闪耀时中的华珍是否如他所讲到过这片海域,无论他是否真如自己所讲曾经在南沙群岛眺望过头顶的群星闪耀。 至少此时此刻的剧情,与群星闪耀时所在的民国二十五做到了完美契合,并再一次证实了历史。 南海这片貌似远离大陆的海域,无论是今天的国际通行教法南中国海,还是自周朝时期便已经被称作南海。 虽然在历史长河中他曾有过涨海、废海等不同教法,也曾被葡萄牙水手称作中国海,葡萄牙域,Mirder China。 但无论是在历史文献与资料中,还是战前、战后的国际地区与实力划分下,这里都如向远生所说,在中国的最南端,太平洋的西海域,有一片领土叫南沙群岛,有一片海叫南海。 是的,无论是南海还是南沙群岛,都是至少在民国25那个时间节点,都是向远生口中的固有领土。 而南沙群岛这个名字,同时也出现在民国23年外交评论期刊中,由中央大学教授胡焕雍第一次提出这一称呼。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钦佩群星闪耀时对历史的详细了解,以及在时间逻辑上的严谨与细致。 虽说直到民国36年,这一教法才正式被民国政府使用并标注进了中国南海疆域途中。 但直到此时,几乎没有任何人,任何国家对这样的教法与领土划分有过争议与不同意见。 这就是向远生曾经到过祖国领土与边疆的最南端,这里曾经被古人称作万里长沙,也曾经被古人叫作万里石塘,更是今天二等后辈寸土必争的南沙群岛。 在这片看似远离祖国大陆的海域上,这片被无数人垂涎的南沙群岛,是在燕山期华夏陆园体时形成的。 早在喜马拉雅山期,当它扩张陆园完全结束后,其形成的断裂系最远端,但是今天的南中国海的最南端,也就是向远生口中的最南端领土南沙群岛。 这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固有领土,更是地质学上的强有力辅证。 燕山运动不仅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国东部广大地区的现代地貌,更为东南丘陵、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以及南沙群岛的形成提供了强有的支撑与积极作用。 这不是神话,更不是百年历史上的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坚实科学根据的现实。 虽然向远生在南海与南沙群岛这两件事上只是一笔带过,转而与洛敏敏聊起了人的渺小,只因为在当时华真的心中,这就是他口中的领土,没有任何争议与意义。 群星闪耀石中看似毫无意义的江上叶化,虽然最终以男女双方的尬聊结束,但却带出了很多将要发生的国仇家恨。 这些故事也许不会在群星闪耀石中发生,也许不会被群星闪耀石所提及。 但有新的群星闪耀石却通过一段夜话语尬聊,向我证明与说明着,至少在民国25年,南海与南海群岛都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因为作为华真的向远生曾经去过。 洛敏敏在群星闪耀石中出身贫寒,性格柔弱,缺乏应对困境的能力。 他在救护行动中表现欠佳,不适合与向远生配对。 虽然他对向远生有爱意,但向远生对他只有歉意和怜悯,使俊宇与向远生更般配。 洛敏敏或将放手。 人敏饰演的洛敏敏给大家的印象怎样? 是不是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 他与向远生真的能够CP配对成功吗? 他配吗? 群星闪耀石,洛敏敏出生于做照相馆生意的小家庭,母亲不知何故,早已身亡,父亲一人把三兄妹带大,赶上抗战前的上海时代,这一家人似乎注定要经历磨难。 但我没看到洛敏敏还没有准备好,至少现在他还算不上小家避遇光彩招人,更谈不上有什么神奇的或出众的本领,帮助向远生完成革命任务。 在救护孟多茨这场行动中,他的表现弱爆了,根本不配与向远生走到一起,这样下去,他会成为他的拖累,甚至会给他带来生命危险。 梦多茨打了许多次电话,他才接起来,遇事不激警,不果断,没有大女主的霸气,若是他早一点接起电话,房门未被凶手破坏之前,梦多茨有时间从窗户爬出去。 当洛敏敏遇到凶手时,狭路相逢勇者胜,他明明对对方已经产生怀疑,为何不第一时间吹起口哨,提醒同伴来支援? 他的犹豫差点害死了自己。做警察,他是不合格的,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怎么能保护别人? 你看他背着手,在质询凶手,好像不是在询问,而是在心上,根本没有做出硬敌的准备,至少把棍子先拿在手中啊。 最后我们看到洛敏敏简直像一只待宰的羔羊被凶手任意殴打践踏,甚至拖在地上,拖入黑暗的角落,不知道去干什么坏事儿,他被玷污都有可能。 奇怪的是,凶手竟然放过他,没有把他割喉或确认死亡,他可是见过凶手这面目的,日本特务就这样把他扔到身上,扬长而去。 也许是凶手急于寻找梦多词,疏忽了,认为正常人若是如此被他蹂躏,早就死了。 是的,洛敏敏目前唯一表现出来的能力就是,忍耐。 对于向远程的爱,他可以等待,等到他忍不住向他表白的那一天。 但从目前的剧情来看,向远生欢没有对洛敏敏有任何的爱意表现,这个小姑娘根本引不起他这位大家公子的兴趣。 他的心里只有歉意和怜悯,毕竟梦多词的事情是他引到警察所的,他们原本与这件事没有关系。 救护梦多词的过程中,有人伤亡,他难辞其咎,后悔没有提前告知实情。 因此后续的复仇向远生只是出于愧疚和愤恨,并没有任何爱情的因素。 可是洛敏敏敏不会这样想,这就成了单相思,苦的只能是他一个人,他只能暂时忍耐。 这么帅气的小伙,怎么可能只有洛敏敏喜欢,石俊玉,英姿撒爽,又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勇敢而又智慧,出身和学识以及价值观与向远生都能匹配。 看到向远生在救护梦多词和追查梦是夫妇死亡凶手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大无畏和无私精神,石俊玉冷静的心砰砰直跳,两人的情感发展会更快一些。 那么洛敏敏呢?爱情是成全对方,他会不会放手? 也许答案在随后的剧情中揭晓,我们拭目以待。